中美养猪科学研讨会议者会 今天由国科会主任委员徐贤秋 和农副会主任委员李同道共同主持 他们分别表示 中美养猪科学研讨会的主题 是建立在我们有完善的养猪研究设备 人员以及资料 美国将有十多位专家前来参加 用藉对此研讨会议 加强中美养猪合作研究计划 竹南养猪研究所所长戈福江 今天也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稍先说明我国养猪实业 有关资料点击成本的研究 一方面咱是要很获利的进口资料 就是希望在很适当的时期 很适当的地点 那么来进口资料 在养猪这一点是要的 第二点呢我们还是应该来努力 以后来开发肯定的资料的充猪研 那么这些东西比方说说我们应该 因为土地的关系 我们应该从发酵的资料 但是如何利用这个大杂 大水来制造多量的酵母 怎么样利用这个绿藻 还有怎么样我们可以把这个 做这个耐性的一种氨基酸 因为这个氨基酸制造出来后呢 可以减低这个猪的蛋白质的用量 那么当然其他我们存产的沙粮的生产 鼓励老百姓多重沙粮呢 以及其他副产品的利用呢 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去做什么 怎么样才能够增加酥 一个这个稍肉的能力 就是说让这个养猪的食肥多短 而这个质量就挺高 在这方面你应该成果怎么样 是的 这个排糖公司养猪差不多有20年历史 在这20年历史 这个单中的排糖公司 一直都在出动猪种的改良 那么已经提倡了一种 三品种猪种的辣椒 那么现在全省的都已经采用 这种辣椒的方式 而把台湾的猪种的增长的速度 跟这个肉的品质呢 大概20年来呢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不过呢我们不能因为这点成就 就因为满意 所以这个养猪科学研究所 跟排糖公司的基酸研究所的合作 那么现在我们用便脑啊 来控制这个猪的管理 来加强这个猪的入肿的速度 我们希望呢 将来这个猪呢 可以长得更快 它肉的品质呢 可以更好 所以目前需要多少时间 那么以后 可能会缩短到什么程度 现在大概一个猪 从生长到肥育的时候呢 大概七个月的养育 我们以后希望从五个月到六个月 再缩短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那么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那您看我们台湾这个养猪事业 今后的全土怎么样 我看我们台湾养猪事业 还是有很关注的前提 所以因为我们人口增加 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肉类 因为我们牛肉很少 我们奶也不够 那么为了我们这个 台民的生活呢 在我们这个台湾呢 还是会完全地向上 那么人民生活的一改善以后呢 它自然就需要多吃这个东西的蛋白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肉呢 还是很需要这个东西 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个形形 我们的老百姓很喜欢两只